这些同学的名字把老师气哭了 你以后能不能别乱花钱了呀 你看小王他老婆多会过日子呀 这能一样吗 你们男人就会嫌弃自己老婆会花钱 羡慕别人老婆会省钱 这养天鹅和养土鸭的成本能一样吗 不一样 现在的男人都希望女人说话温柔点 对你体贴点 长得还得漂亮点 身材希望好一点 经济最好独立点 持家又得贤惠点 对你爹妈孝顺点 你说你的要求那么多 是因为你的哪一点 你说你是高一点 帅一点 温柔稳重 疼人一点 还是你银行卡里边有七八个小数点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那我差点低调点 懂了吧 你问成绩时敢这样吗 老师老师 我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啊 你还好意思来问啊 就十分 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你爸交代 你也知道我爸交代啊 那你还关注商量 不然我不论你 这是不是你最想说的话 为什么知道 我不想听任何理由 那我就不说了 你们一人浪费一分钟 这节课就这么过去了 那你还不下课 在办公室就听到你们的声音 整个楼 就你们玩最小 先吵下去了 中分题都没做对 上次有没有好好听讲 中分比你的中分 你怎么打开的 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你教的能好吗 体育老师生病了啊 来 这节课咱们上数学 没事 我们上体育课 不需要老师 担忽大家一分钟 这道题讲完 咱们就下课了 没事 你讲你的 不影响我们下课 这样的老师 你喜欢吗 不好意思啊 同学们 老师迟到了 现在看上脑炉 开上整个脑炉啊 你都迟到半天了 现在是下午了 地势在怪我吗 不再迟了 不大了 那些高学 马上给我们 这样的老师 你喜欢吗 同学们 上节课本来该上电脑课的 可是你们信息老师 我们都推人了 我去哪呢 记得不知道吗 今天下午全上电脑课 这个老师 他为了站我上课 扛骗 扛成鞋 把我打给 扛扛 扛扛 这样的老师 你喜欢吗 上课啊 同学们 爱老师 这节课不几个月吗 怎么又上数学 哎呦 你们又不认识不到 明晴老师 生死了我 那个废物才要你 别说什么了啊 我好意好意把扛扛给你 你说我真挺不行 重来念念 这些传统不大了 这样的同学你喜欢吗 太烦死了 我一打游戏 班主任就深刻投在后面投看 他就服了 做起码 今天你随便玩 我在废口给你守着 谁让你上课玩手机的 我上啦 挖扛鬼 不然请你自主玩 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 哼 同学们 下节课上体育啊 我在操奖等你们 是老师老师 下节课不是上数学吗 我当然知道 下节课上是非了 但你们数学老师 天天说我有病 说我去医院 老师今天 送他 全医院了 假如你父母这样你喜欢吗 喂 老师我生病了 我能请你天假吗 又在大王 教你发个电话 对 对对对 他生病了 他得癌了 假已经给你成了 才王者怕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新老师 我叫泽塔 现在请把课本拿出来 谁让你玩手机的 把手机交出来 交出是你的工作 玩手机是我的原则 别用你的工作打破我的原则 这个新来的老师 怎么是个小白脸啊 不过好像还有点脾气 吵什么吵 最后排那两个 一看你们就不是学习的了 我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 我年轻需要你指点 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 这么爱说 你们滚出去外面说 听到没有耳容了吗 没有爽快的答应 就是拒绝的意思 我给你面子了 希望你也能长点脑子 好好好 需要我喊你们家长来是吗 逃死了 能不能别逼逼了 哎呀 看来你也挺能耐啊 别说我脾气不好 在这个世界只有保护自己才是硬道理 最瞧不起你们这种的学生 你一个个没本事 最还要 现在你的瞧不起 若有一天我崛起 原本带带带带带你 家里好多年 还有散事 哦 假如有一天 我被绑匪绑架了 绑匪为要三万块钱 你怎么办 我报警啊 我怎么办 报什么警 不能报警啊 你报警 绑匪都死票了 知道吧 那我敢讲讲价 你别猜他 更不能讲价 哪能讲价 不能讲价 知道吧 讲价 解析要的 你不说一句 你敢不讲价 不讲价就不买了 你别笑 我你说什么情况 是我被绑匪绑架了 绑匪要三十万块钱 如果说一万块钱 就捅我一顿 就这这钱 你娘家处处吧 你能数到几多 怎么我能数到几多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看不清楚 我拿这家不都记 别换来约我钱 哎呦 我能数到五十多 还能听见 你们的老师会这样吗 啊同学们 马上关国庆了啊 这个假期呢 你们就好好休息啊 没事的时候呢 你就不如带你们出去玩玩 吵吵吵吵 这样的父母你挨了吗 夏天最讨厌听到的话 你说穷吧 兜里还有点零花钱 你说富吧 想买啥都买不起 你说我懒吧 你七早贪痕的上学 你说我勤快吧 在家一躺就是一天 你说我贪玩吧 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 你说我爱学习吧 我一学习就想玩 你说我聪明吧 考试从来没经过前十 你要是我笨吧 我哪科都快会点 你说这啥玩意儿呢 语文阅读后遗症 哎 这次语文阅读那么恶心 都写上了 嗯 厉害 此回复虽然只有厉害二字 但语法言及中词公众 结构巧妙朗朗上口 极其贴切地表达了 你对我的祝福 与深刻的情感 可谓言简一概 一字千金 字字扣人心弦 字字催人类下 足以见你扎实的文字功底 和信手拈来的写作技巧 以及惨绝人魂的创新能力 实在是佩服佩服 再加上感叹口气收尾 实在是点睛之笔 妙笔生化 一经深远 照应前文生化主题 把您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人无限感动与惆怅 有浑然天成之感 实乃回复中之极品 祝福中之绝笔 你好像有那个大兵 好 作者利用了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